这是给谁做的 没有 给小小做的坦克车 你在加根独了 把我戳到了 大家好呀 我是妍妍 这两天都没有给大家更视频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前面院子里面的一个现状 你看好多银杏树叶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弄银杏树叶 因为这两天口罩的原因 借此机会呢 也想好好休息几天 所以说这两天视频也没有跟 好好的在家里睡懒觉 这会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休息两天嘛 我这会想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肉肉 你看我们这小家伙 直接拖个地铁 在这里玩玩具 你看 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吗 这家 你看每年我都要捡一次这个 不是捡一次 捡好几次这个银杏树叶 每年都超多的 要等它吹一次大风全部掉完就好了 每年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先从我们的三轮车里面吧 边捡的时候 来把大门馆放好 边捡给大家边看一下家里的肉肉的近况 看这三轮车 这个鸡丘力长得还挺好的 你看这里 就是这两天没什么太阳 没什么颜色 有颜色的话就很好看 粉粉的 这个是之前的那一颗大白风放里面的 现在唯独的就是 当时不是插的砍头的进去吗 现在长得还挺好 主要是它长得很精神 虽然说没什么颜色 丝绸面纱 哈里沃森 是不是 都超精神 再加上配上这个绿色的小草 就格外的精神 看还有这里有一颗那个薄叶男鸟 也很漂亮 这边的肉肉 虽然断崖式的降温 一下子降到了两度 但是这些肉肉都没有那个 都没有折 因为在我看来 根据以往的纪念 没有低于零度 长时间低于零度 有霜的情况下 它就没有关系的 你看这是一颗那个 彻影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 这个是那个沉露 这颗沉露还不是很好状态 这个琴森的奥普林娜 等到春天的时候 还想给它换个盆呢 你看这一个肉肉 我就等它叶子下面的消耗 因为它下面不好看 上面慢慢长好了就好看了 跟那个巴黎王子 这个红边面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我要有时间 我要得弄点水 把它们冲洗一下 因为在马路边好多灰 超多的灰尘 所以说看起来不那么美丽 看这颗地笔 捧花地笔 希望它从这里一圈圈的再冒一圈宅出来 还有这边还有一颗 这个是那个美都沙 美都沙其实出颜色真的很好看 我特喜欢美都沙 就是那个时候 进入初夏的时候就特好看 这一盆我乱七八糟 种的这个什么鸡丘里和晚叶鸡丘里 其实肉肉吧 它就是要种小袍 种小袍特别容易上色 看吧 这边的石头面纱 柠檬 我看见你了 柠檬玫瑰 柠檬玫瑰最近颜值还是不错的 在这前面没有太阳的情况下 看吧 还有一点点橘红色边边 还是很漂亮的 还有这边的奇螺 这边叶子好像要少一些叶子 拼盘 在干嘛呀唱歌吗 干的法师 我要等它这个银杏树叶掉的差不多的时候 要挨着挨着给它们冲洗一下 不是浇水是冲洗一下 因为一般进入冬季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肉肉进行一个断水 如果不断水它叶片太肥的话 它就很容易冻伤 你看我的果冻一女心 之前都土长得很厉害 现在后面就慢慢慢慢暴宰 然后吹盆 吹下来一大盆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是那个韩国初恋 等到春天的时候要搬叶子 其实你看 我觉得每个肉肉的下面配一些这些槽这样子 爆盆的也挺好看的 还有这一颗超级大白凤 这个白凤我感觉长大了不少 有点点倒戈的那种感觉 就是长太大了 这颗白凤超大 这个是金桶月 这个叶子 多的嘞 你不给它剪了 它那个本来现在光就不足 不剪的话它会越来越绿 越难看 你看剪了它有一点光嘛 还会好看一点点 你看这个莲花做的最容易接这些叶子了 这两天好冷呀 突然就冷得不了了 我今天还戴了帽子 今天有点丑就不给大家看 看我了 这边还有好大的工程 这些肉肉 其实好多肉肉都是很绿的 很绿 但是很健康的那种 它不是就是说特别有颜色 这都是用来种大盆的 我觉得要上颜色还是要 用那个小盆种大肉肉 土角不那么厚的时候 它颜色就会格外的好看 这个好像也是那个巴黎王子 跟这个是一个品种 看不出来吧 差异还是挺大的 看这边这个花之鹤 其实颜色很好就是因为我鹿养的 它有长那个斑 你看小鱼 一个人拖个垫子在这前面 玩了好半天了 你看躲在这角落下面的火鸡都已经红了 这些灰太多了 肉肉就是要看着这样多 如果我们不能养很贵的品种的时候 就一定要多才好看 看这盆柠檬玫瑰 也还是不错的 这两盆子了 好多朋友应该亲手看着 盐盐种下去的 看好多呀 春天 春天的这些肉肉就是我们家的母本天地 春天我感觉我要摆好多好多的叶子下来 我们家的多肉 很多都是夹带着这种草的 这个是燕日辉 希望春天会漂亮一点 你挑我新的 骗了什么呀 机器人 手上还有大炮的机器人 还有大炮呀 你在这冷不冷 不冷 好吧 冷了就回家 你看这边都好大一盆 这个虽然长得乱糟糟的 但是没办法大气 大气 看这个清新美人 清新美人 我等被春天的时候给他搬一些叶子下来 现在好多地方都没有这个品种了 这后面这里 这里就摆了一些 看吗 全部都是种的这个拼盘 种在这个大坛子里面的 这些肉肉 我觉得晒一个太阳有这个温度 肯定就不得了 美得很 我的天哪 这个还是要剪好一段时间 手都有点冷兮兮的 但是看着这些肉肉这么精神 怎么撒出去 它又飞回来了 你看这些多肉 好鲜呐 就是不是那种有颜色的那种 就是看起来它就很精神 很健康的那种 透透的这颜值 这颗冰玉 这颗冰玉被我原先好好的 被我这里开 不知道被谁摸了一下 这个要给它进大棚 看这隐形叶 其实在这无聊的时候 就这样剪剪剪 心情还挺好的 这边 这边长得比较好的 就属于这个碰碰箱了 但今年这碰碰箱 我感觉它长得太健康了 我得给它找个东西 给它招一下 不然的话真的会被冻 碰碰箱 它这个叶太薄了 一摸 就有一股那种 淡淡的那种苹果 又有点像薄荷的那种 这个还是很不耐动的 看最近的纸乐 纸乐出雪斑了就更好看了 现在还不是最佳状态 最佳状态了 到时候就出雪斑 特好看的时候 来给大家拍一个 这些纸乐都好多年了 你看嘛 这枝条 烂七八糟的 但是就放着这好看 但发货的话 一去断一个 特容易断 没办法 看嘛 这也是悬崖吹盆的 也很妖绕 超级好看 这里 吹下来好多头